那所以回到我们的新制图的策略这边 早上我们从 从我给你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教的是皮毛应用 对不对 就是学习跟记忆 那现在我们今天讲的是新制图比较进阶的用法 那所以早上第一个讲 我先给你框架 然后你用这个框架去看事情 你就会发现 事情好像根据我给你的框架 事情好像变得比较 你看事情就比较容易看到全面性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用那个六顶思考帽 你就会发现你对事情的想法比较周全 那你如果用那个写作文的时候 你用那个老师给你的启程转合去看作文 去想作文 那你的作文的架构就会比较完美 所以你一开始你有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虽然是别人给你的 但是你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关注那个框架 怎么样把你的学习去对焦 重点会直接可以抓到重点 那这个是在 运算思维的抽象化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说就是你在大海 茫茫大海里面捞针 但是你可以捞到你要的重点 你可以捞到你要的重点 所以这是我们讲了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那个框架可以很多地方来 很多地方来 不是只有这几个 好那第二个呢 我们今天第二个练习 我们让各位练习那个人生 成功人生的规划 所以你自己定了一个主题 我以后要做什么 对不对 然后从那个主题 我们去想说 要达成这个成功的 成功的目标 我需要哪些条件 需要哪些能力 然后我们在 搜寻那些能力 把它列出来之后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做了一些整理分类 然后最后把这个分类的结果 就是最终需要的能力 我们拿来做系统性的规划 系统性的规划 规划成这个近期目标 中期目标跟长期目标 类似这样的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去分段 去达成你的目标 所以你是慢慢的 从新制图那个 一刚开始 那种混沌的状态 然后慢慢的演化 演化出你的规律 找出那个重点 分类找出重点之后 找出那个架构之后 然后安排出你的系统 安排出你的规划的内容 所以它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所以这个算是第二阶 刚刚这是后设认知的第一阶 然后这是第二阶 所以进到第二阶的话 你已经有能力 在茫茫大海里面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资讯里面 去整理出一个架构 整理出一个架构 去跑出一个演算法出来 那所以这个是你的第二阶 第二阶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例子 你从 从你自己 自己的阅读 从自己的阅读摘要之后 然后你去想自己的策略 规划 跟未来的行动 这个是已经把它拿来做应用 拿来用在你的生活面产生的作用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教学 在你的工作产生作用 实际的要去运行 那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三阶 就已经算是最高阶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三个部分 其实没有很难 东西也不多 我没有讲一堆很乱 很多很多的理论 搞得你这个好像要考研究所一样 没有 我们就是这三步 这三步而已 那其实重点就是只有这一个 重点就是只有这一个 你不管做 吸收任何的知识 做任何的阅读 或者任何的生活观察 你听别人 听别人的经验 要转身变成自己的智慧 那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 学任何东西 你都必须要有最后刚刚讲的那一段 要有自己的策略 跟行动 我要放在教学 要怎么用 我要放在行政要怎么用 我要放在日常生活中怎么用 你要把它想出来 想出来之后还要付诸行动 这才会让你 这才会让你真正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不行动就只是会打嘴炮而已 那就跟别人其实没有两样 所以重点是在最后的行动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个 我们今天其实进阶的部分 其实重点就是这三个重点而已 那世界变动的很快 我一直强调 就是 课纲 有课纲的角度 课纲毕竟是站在国家的 教育 的那个 部分 要去做课纲的努力 那各位如果稍微Google一下 你也很清楚知道 教育是为了控制人民的一种 一种模式策略 那所以 世界局势变动的很快 可是那个国家的课纲 久久才修订一次 对不对 一次才让十年还是几年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真正要去了解 课纲那些重要能力的时候 世界趋势已经早就变了 所以我们的课纲里面 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能够因应这个 疫情时代的能力 对不对 你会发现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 花莲线的课纲 特别定那个第一条第二条 云端的能力 跟那个 第一条就是 快速学习 应用跟变化的能力 这我们已经超越课纲了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 各位老师要有自己的想法 那因为 那个世界 就是网络的发达 各位得到任何知识 消息都很快速 所以其实你不用 一定要拘泥在 拘泥在那个 教育部给你的东西 好 教育部给你的东西呢 虽然是经过一堆教授 所讨论出来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那个时间 赶不上了 就是世界变化太快 所以 其实最重要的能力 我归纳三个点 就是第一个 万古不变的通用法则 万古不变的通用法则 就像今天 我们这两次学的新制图 新制图其实它就是一个 学习的通用法则 学习应用的通用法则 所以这种东西应该是 通用的东西应该是要 最先学 最熟悉 然后第二个就是 快速学习应用 应用与变化的能力 所以这个也是要 不断的练习 那这些东西 新制图都可以做得到 从上次到这一次 你应该会发现到 如果我们的孩子 如果想象一下你的孩子 如果他从小就懂这些方法 我相信他应该也不用上补习班了 你应该也很放心 因为他自己能够在网路上学习 能够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甚至高阶的 还能理出一套规则出来 伸出一套他自己的学习法出来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然后最后就是想象跟创造力 跟开创需求的能力 那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去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 那我们这两次讲的东西 其实有融合了很多的 心理学在里面 很多的那个 重要的学术的思考在里面 那这里面 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 个人觉得最重要 是这个后色认知 它是 就是贯穿 我们这两次新制图学习的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那这个东西 课刚有三面九项里面有提到 终身学习成长 可是他一直没有讲 没有实际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教 所以大概很多老师也不会教 那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这样的一个内容 各位就可以从里面慢慢的去思考 要怎么把它放在学习里面 毕竟这个对人生都大有帮助 不管你是什么领域 所以有了这个后色认知 你的自主学习就会可以完全靠自己 如果你没有后色认知 你这个自主学习是要被别人鞭策的 就是人家提供你方法 人家告诉你下一步你才会 但那个就不叫自主学习 所以这两个是结合起来是很大的重点 那另外在科技领域上面的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等一下我会再稍微提一下 这两个虽然是在科技领域里面教 但是很显然科技领域的老师 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都没有在教这个东西 他们都教一些技术上面的 科技的技术 科技的工具使用 科技的写程式的方法 那个什么演算法 那个或者是什么3D的一些 那不是不好 就是你其实要把这些东西给含进去在里面教 那可是这个东西又偏偏都是跨领域 大家都用得到的 不是只有两三个人用得到 也不是只有科技领域用 全方面都可以用得到的 那至于那个创意创造的部分 也是新制图很好解决 曼陀罗双向系目表 这个都很好解决 那我们就是另外有课在讲这个 那另外一个八角动机 八角 游戏画八角 这是一个动机理论 一个提升动机的方法 任何的学习 任何的学习 对我来说 任何的学习都必须先赋予意义 如果今天这个学习 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完全就不会想要学习 所以老师们在交给同学们 要教任何同学任何东西之前 你要先把这个故事给想好 我要怎么引起他的动机 他的需求怎么样能够被体验出来 这个才是重点 等到他有动机的时候 他自己会巴着你 会巴着老师赶快教 赶快教我 这个方法教不会 老师有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稍微归纳一下 我们今就是上次跟这一次 我把它稍微把步骤 抓出来 所以如果你听了我们今天的课 你还是搞不清楚 我们今天在讲什么 那最起码我这里给你简单的步骤 如果你要教学生自主学习 第一个给他意义 想办法让他产生意义 然后当他定出目标 然后就可以规划行动 持续的关注 然后分布的练习这样 然后那个后摄 今天后摄认知初阶 就是这个关注点是你给他的 所以你要引导他怎么关注 那个东西 然后要去不断的提醒 让他持续关注 然后经常的练习 然后练到内化 自动变成习惯 这是初阶的后摄 那如果学生比较成熟了一点 你就可以开始让他学着 怎么观察 回去回想自己的学习 然后观察自己的学习 然后找出那些关键的步骤 把它统整起来 然后持续的行动 然后回馈修正 这是高阶的后摄 通常是老师这边用比较多 学生国小大概比较难教 但是还是可以教 我先前好像稍微有提过了 我在网路上其实 我有曾经在一个学校有稍微讲过 那我先把他跳过好了 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等下再贴连结 那这个刚刚那个运算思维 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他有五个面向 我稍微再提一下好了 那五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大系统拆小系统 小系统就是个别解决 分布练习分别解决就对了 然后那个智慧龙说抓重点 抓重点就是抓 抓出那个就抽象化 抽象化 把重点给抽象出来 把架构给抽象出来 然后逻辑思考顺步骤 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 一定有方法 这个东西如果解决得了 他一定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顺序步骤 你把那个步骤给顺出来 把内容写出来 SOP 那个就是演算法 好 顺步骤 然后模式选用套公式 就你刚刚抓出的这些重点 这些模式 你把它变成一个模组之后 变成一个知识点之后 变成一个智慧点之后 那以后你遇到这一类的事情 就直接去套那个模式 套那个模式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叫套公式 然后最后沟通说服表资料 所以你资料 你怎么去表达你的资料 表示你的资料 要让人家非常有感觉 这是一门专门的技术 从你的资料 从数字变成图表 变成到 变成跟那个人产生关系 然后又要更加的具体 所以这是一门艺术 但是如果这五个面向 你都可以掌握的话 基本上你解决一个问题 是绝对是没有问题 绝对就没有问题 那所以呢 刚刚那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前提是 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 并不是一直都有问题 不会一直有问题出来 那为什么不会一直有问题出来 因为通常是你去工作 人家会交办事情给你 才会有问题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 平常就会观察的人 你其实很难发现 问题在哪里 什么叫问题 你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东西 是卡卡的 是卡卡的 但是一般的人就是卡卡的 就卡卡的 也不会怎样 反正我就依循潜力 就怎么样做 就过了就算了 就是把它做过了就算了 所以你经常在执行业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事情真的很烦 一定要这样做吗 但是 你抱怨了半天之后 你还是照做了 你还是跟着人家的传统去照做了 那即使那个东西非常复杂 你也不愿意想新的方法 但是有些人会怎么想 这个方法 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样做吗 这样不是很没效率吗 我难道不能用另外一个方法做吗 他可能会从别的经验里面 去找出一个新的方法 来去处理那个事情 如果他会这样的人 他通常是有 有就是敏锐的观察力 敏锐观察力 同时他也是会付诸行动的人 但是如果你有设计思考的话 你要习惯去发现 生活里的不正常 去习惯去发现 生活里面的挑战 然后 如果有这些挑战 你就把它拿出来 当做一个问题来面对 那所以 设计思考 其实就在讲这一件事情 我们从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发现一些挑战 发现一些机会 然后呢 根据这些挑战机会 我去确认这个问题 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 我的解释是对的吗 我的看法是对的吗 比如说 那个 我们都知道孕妇很辛苦 但是 孕妇有多辛苦 那个挺着大肚子 到底有多辛苦 你对一个男生 讲 其实我们不太能理解 好 那所以我们就会用 我们自己的想法 就是肚子大了点吗 走路可能就是 比较重一点 然后可能做什么动作 都会卡卡的这样 大概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些 我没有办法真正去同理 同理女生大肚子的一些 不舒服的状况这样 那除非哪一天 我大肚子了 所以 但是你又要 如果你不是 你没办法当那个角色 你又要能够体会到 那个角色的状况 你就是想办法去 让他有 有最接近的体验 比如说 像 如果我们要希望 学生体验一些 那个 不灵活的那种 我们就会 然后用什么 把他关节 缠很多步 让他就是很难去动 你就开始会有一点点感觉 他缠个半 缠个五分钟 大概就是好玩 但是你给他缠 缠一天 缠一天 他就会真正体会到 那个老人家 那个手脚不方便的那种感觉 好 所以设计思考在讲的 主要是前面这两个部分 你如何去发现问题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他是在变成概念之后 就是去解决他 然后再回馈进化 这个部分跟运算思维 其实是可以使用运算思维 所以他们两个最大的不同是 设计思考可以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前半段的能力 那 所以他是一个发现问题 然后到你想要解决问题 他会收敛 然后当你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又会发散 各种各式各样的可能 然后等你确认这个问题的内容 又收敛 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 想要解决的方法 然后但是你要做的时候 你只会挑一种出来做 又收敛 然后你去实验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些东西 然后把它做出来 就收敛成一个作品 然后做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你去做一些修改 然后最后又回馈 他是一个发散收敛 发散收敛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解决问题 其实如果你对那个设计思考 跟运算思维稍微有一些了解 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我们利用新制图都可以做类似的教学 在教这些东西都很方便 那最后提到这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 我在以前教自然的时候 那个自然 有我们学校老师 就刚好在 他们那班也是我教自然 那那个老师是比较传统老师 就是 就是非常的传统 一定要读书 一定要用 一定要背 然后每天作业是比多的 那个写字就是要写的很正 不行就是 识调重写的 类似那一种 很严格的老师 然后 就有一天 就是我上完自然课之后 那个有一天 他就突然那个跑来找我 看到他的脸我都会怕 因为我很怕这种 很八股的老师 然后他就 他就跑来问我 他说 你到底是怎么教我儿子的 好 听到这句话很害怕 我以为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这样 你到底是怎么教我儿子的 我说 啊 怎么了 他说 为什么我儿子上了你的自然课 回去之后 好 一直要求我要买那个 那个 跟星 星座有关的书 好 跟那个 跟那个 星星 研究星座的 好 星座的神话 那个 那个 星 就是那种百科全书 什么星系 太阳系 银河系 那种书 他对太空 说他的儿子 为什么上了你 你那一节自然课之后 回去对太空 这么的好奇 要求我们买那些东西 他要看 然后一天到晚 然后一天到晚再问东问西 都是问那个 什么恒星啊 什么行星之类的东西 你到底是 到底是上课 到底是怎么上的 好 我就跟他说 其实也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 就是因为我以前去 那个天文馆 有听过一次天文馆的人 在介绍星座 好 各位有去天文馆 看过星座的人 应该知道 他就是让你躺在那个 可以躺 180度的那个椅子上 然后看到天花板 他的天花板是一个 半球形的天花板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星座 投在上面 然后星座 他星座就是 跟我们那个自然科教学 也用那个ST-L-A-R-I-U-M 那个软体一样 他会显示星座的 星星的长相 然后他也可以把那个 星星的线连起来 然后还可以显示出 那个星座的长相 就是那个罗马神话的 那个长相 所以他就利用 那个慢速的时间的推移 然后那个星星就在上面 天空慢慢的移动 然后那个讲解的人员 就是开始讲 那个星座的故事 罗马神话的故事 然后一边介绍那个故事 一边让你看天上的星星 然后从你不认得 星座的长相 开始出现那个线 把它连起来 变成那个星座的样子 然后再套上那个 那个罗马故事的 那个神话故事的 那个图案套上去 当你套上去之后 你产生 脑袋里面就产生 那个连结 然后他再把那个图案拿掉 把那个星座连线拿掉 你就突然发现 你会看星座了 你虽然只是看天空上的 星星的点 那个星星的点 在发亮 但是你发现 你会看星座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 我就会分辨 那个天鹅座 我分辨牛郎之旅行 然后我会看猎户座的腰带 就那短短的十分钟的教学 那我就把这个模式 搬回来我的学校 我就在课堂上 我投影机投在天花板 我就用刚刚的版体 投在上面 然后我一样讲星座的故事 好 然后讲完之后 哇大家爱死了 一天到晚在问东问西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 我就非常相信一件事说 你这教学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引起 小朋友的兴趣 这个东西对他是有意义的 他有想要 有需要 你后面的教学 才是有用的 他才会用尽全力 去学习去吸收 甚至不够 还会叫你教多一点 这样 讲多一点 或者甚至他去 图书馆找资料之类的 好 那所以这里就会牵扯 牵扯到这个动机 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让他有这么强烈的动机 那一般我们在学校的 教学系统里面 你们在写那个教案的时候 那个引起动机 有没有 就是简单带过 对不对 生活上有什么 然后我们就从那边 开始进入教学 好 那事实上这样的动机 都不够强烈 那游戏画八角那一本书里面 他把动机 因为他是研究那个 小朋友为什么会 对电脑游戏 那么 那么沉迷 为什么会迷在里面 所以他把这个分析了各种游戏之后 把它写成这本书 游戏画八角 那他就会找出 他把它分成两块 右边绿色这一块叫做主动动机 就是 不是讲错了 左边蓝色这一块叫主动动机 包括使命感 创意性 影响力跟冒险感 那右边的这一块绿色的这个叫做被动动机 被动动机就是你是害怕损失 或者是这个东西很很稀少很 哎呀 或者是快要没有了 或者说你利用人的占有欲 想要把它占为己有 或者是成就感 这个叫被动动机 那这里面呢 这八种动机里面 比较有强大影响力的是主动动机这四项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让学生 就是你下面要教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让他变得让学生感觉起来 哇 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玩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 想要去摸摸看 想要去碰摸看 我觉得好有意思哦 好像要带他进入一个冒险故事里面 或者是说 他如果学了这个东西 他会有很巨大的影响力 就是学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学完了 全校只有我会 或者全校都要看我的脸色 或者谁谁谁就要来拜托我 因为只有我会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 世界就要毁灭了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我们的国教很糟糕了 只有你们 只有你们听过我这堂课的老师 只有各位学过心智图真正心法的老师 只有我们学过游戏画八角 的老师可以提升 你们这些 就是各位 你们上过这两次课的老师 你们才有能力可以 挽回我们的国民教育 好 假设我今天如果真的有灌输你这样一个观念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太有用了 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主动动机的部分 他右边是四个是被动动机 那被动动机是给他有成就感 比如说你学了这个东西 我就让你 我就发一个贴纸给你 你今天好棒棒 然后你那个总分加几分 你们这个小组就往前走一步 然后就升级变成什么圣战士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说让他有一些点数 可以去以后可以更换奖品什么的 这个都属于被动动机的部分 或者说你今天是逼不得已 我如果不学好这个 那我就会损失什么权益 那所以这个虽然也是很好的使用 让他引起动机的方法 不过这是属于那种需要被动的 就是要编一下才 就是要给才会有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 如果你一直是用那个奖励积分制 那换句话说 如果到了国中 你看国中老师会不会弄这些东西 不会所以学生就变成不会读书了 所以为什么国中老师讨厌国小老师 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国小老师照顾的太好了 都是任何事情都要教学生 然后任何事情都把它安排好 所以学生不会自动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有关游戏画八角的部分 各位也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跟你的 跟我们的教学实在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那所以今天拉里拉扎 讲了那么多东西 其实重点只有 心智图如果加了后色认知 利用后色认知 刚刚那三个阶段的方式 去学习或者去应用 然后可以的话就把它带给学生 这个就会是比较高阶的 可以让它自我成长的一个运用的方法 那最后 最后我要请各位填两个东西 填一个东西 不是这个 等我一下 这个抽奖的东西在里面 好 等一下请各位填一下今天的课程的学习 最后的回馈单 回馈单 那这个东西叫333学习单 这个东西是这样用 各位老师这个很好用 非常的好用 我们任何教学之后 都会有一个回顾 然后所以回顾就是三个重点 以前我们讲 孔子只约无日三省无声 为人谋而不忠乎 交友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这三件事 那是以前 现在是这三件事 现在任何学习要反省三件事 第一个 我今天学到哪些东西 哪些知识点 第二个 这些学到知识点 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 关联素养化 第三个 我明天要如何行动 我的策略跟行动 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叫333学习单 按时间多的一次可以写 就是每一个写三样 时间少的每一个就写一样 这平常我们都用在 给学生的学习 他会去归纳自己的 今天的学习的内容 好那这个连结呢 我现在把它准备给各位 那麻烦 因为上面有那个抽奖的资讯 的栏位 所以呢 好现在把它贴在那个讯息列 贴在讯息列 那请各位进来之后呢 就去填一下 就去填一下 首先是你的单位姓名 然后就是我学到什么 今天 然后再来我 今天的东西跟我的生活 教学或工作有什么关系 最后是我想要怎么用 用在哪里 然后最后 那个 今天的研习 我是否觉得有帮助 一到十 各位自己勾一下 然后其他的想法或心得 请你帮我回馈一下 然后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那一个 如果你要参加抽奖的 请你留你的 通讯的方式 通讯的方式 电话或者电子邮件 那有留这一栏的 我就把你当作你要抽奖 我就会到时候会放到抽奖那边去抽奖 好那就请各位帮我填一下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